在今晚12月26日的谷草夜菜有几匹马是值得你留意的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用这几匹马拿来做Q胆 买Q过关的话,分分钟今晚有机会帮你用几百元帮到大爷的 第一匹值得留意的马就是第五场的1号 如真如假 如果我们去第五场,去计算表那里 看看形势的实力先 你会见到同情的实力马在这里 而如真如假,他是放头马 上一仗赢得很轻松的 现在是快的标准时间 最重要是这一场放头马的对手不多 即是他放头的压力不大 即是仍然他占有形势之利 你看看这里 另外一匹放头马 即是我说的放头实力马 如果更加没有方便不计 再善传千里 而且善传千里是排七档 如真如假排内档 所以他这一匹马仍然会占有优势 而其他两匹主要的对手 刺二三二的马功臣 和那匹超能量 这两匹都是荡位金匠 有点外移 马功臣有五档有八档 超能量有九档也有九档 即是说这两匹主要的对手 他们的跑法可能会 由这个档比较偏外 会留在较后的位置 所以这一匹如真如假 不单只占了时间最快实力的优势 而且还占了跑法的优势 因为主要的对手都是在中后上的 所以这一匹是第一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如果你看这个赔率 大二门正常 次二门超能量和马功臣三二门 都是会在后面的位置 所以谷素千里较为你放头 这个路程上 这一匹如真如假就占了优势 而且当然他也是四岁 就是他仍在 如真如假 仍是刚刚处于 评分和实力仍可以有进步的阶段 特别上仗加了个TT1之后 你看看他信心十足 由5.2到3.2大门的马 所以这是第一匹 第二匹值得留意的就是第六场 摩尼拉那匹太阳截马 同样的手法 如果我们去第六场的实力马 看看同城实力马的形势 你会看到古浪威风 爪弘轰天都是来自五班 五班和四班的实力比较大 另外一匹万众之力 前仗赢完之后上仗是派五档 今次的档位一 外仗是少了六档 即是差不多 但他也只是跑第三 输得比较远 所以也有疑点 三匹都有疑点 自由起 潘顿的放头马 也有疑点 因为上一仗自由起 是放头 是不行的 所以 你会看到 这些马有疑点的时候 下一步我们看这里 他城实力马 就有两匹 一匹就是马尔布 一匹就是太阳切马 当然马尔布上仗赢了 今次人再加分加磅 其中特别值得留意的就是这匹太阳切马 为什么 当然他是配奥尼拉 而且排五档 好档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去太阳切马 你看他 他其实是刚刚今季起步 刚刚他转五岁 处于当打 是在进步 他这两场谷草千二 他也是放头 但是 这一仗就是放头跑 跑第二 上一仗加了B1 也是跑第二 就可以咬住了 即是说这匹马的跑法 是比较激动些 他不单止是放头 还可以咬住 好了 那我们看这两场 很重要 看实力 这一场呢 长折81 这一场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赛事 怎么知道呢 如果你去 JPG计算表 那个赛事水准的高低 如果你按这里 长折81 你会见到 赢他的对手 神兴飞马在将 即是树将再出 跑第二 输给他的转棋 树将入KL 跑第五的精算八方 也是入KL的 所以这场赛事 是非常高水准的 另外呢 上将那一笔 其实也是高水准的 这笔田草千二 他输的对手就是 合冲共济 合冲共济 树将再出 你知道 又赢三班 是不是 这场是210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可以水准高低 让我们看看 他那场的对手 打个210 你就会见到 合冲共济 是买树将再出 也跑千二 是赢三班 所以他 这场的对手 也很强 即是说上一场 这场的千二 也是非常强的对手 他加了B1 之后 这次就突然间 由年轻转 TOP1的 骑士 莫尼拉 所以你要特别 值得留意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谷草一千 其实赛事水准 相对比 那个千二 是比较低了 所以这匹马 是千二两次进去 今次来一个水准较低一点的 1000米 而且配上高手 所以这匹马 是你值得留意的第二匹 太阳截马现在5.2倍 都属于OK的赔率 好了 这两匹 这两场的马 你可以考虑 当然建议你看大 看它赢的时候 是否轻松 最后你自己决定 如果你喜欢这两匹马 你可以考虑拿来 他们做Q胆 买Q过关 另外还有一匹冷门 也值得你留意 第九场的九号 知道必胜 这一场是谷草千二 他排的黄金一档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你去看这一匹 知道必胜 他也是刚刚起步的 七身马 上季还是两岁的BB 但是他已经是 上季跑三仗 在新马 已经三次2-win 1Q了 入Q那仗 跑前足 全部1000 输给他的对手 是叫中心勇士 中心勇士 当然现在是吸制赛 另外他跑 1000 短途 是全部大胜 就是说这匹马 草地营这么多 通常加速分 或者插斑 都还有 当然今季跑了两仗短途 看到没有 一半 上仗再跑1000 的短途 1000的短途 也是一半 原因我们不知为什么 可能他放不到 但是 其中一个 很有机会大的原因 就是可能这匹马 现在踏入三世 可能他有1000 未必 可能是太短 都不足够 怎么这么想呢 因为他前仗 跑了一个 三班 谷草千二 即是同情 他跑第三 虽然他输得较远 但是 这场赛事是 特别值得你关注的 为什么 这场赛事 188 对不对 如果你看 这场赛事 跑第三 你会见到什么 你会见到这场赛事 的步速是很快的 比标准步速 对不对 而且他一排九档 你要看这场赛事 他九档 全程在三跌跑 OK 讲过了 当你遇到快步速的时候 无论短途 中途 在外跌望空的 跟在前面 是非常不利的 贴难的 那些就是有利的 但是他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 这个第三 这个是第一点 你也可以透过这场赛事 看看其他放头咬前 那些马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场是188 那怎么做呢 当然了 就要去数据库 对不对 如果去资料库 我们每一场赛事都有 那由于是今季 你就可以选择今季 对不对 长刺 你就打一个 188 就是这一场了 好了 那我们想看看这场 放头 和咬前 跑 那些马 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知道这场 放头那些马 是不行 可以 还是可以 因为这场是快步速的 你可以选择咬前 放头 那就有四匹 那首先看放头那匹 那匹 那匹叫快乐欢腾 快乐欢腾是一匹 同情的实力马 那他放头了 是不行了 是吧 输得很远 另外一匹放头马 是转飞银 那他也是 这匹是大业本 那当然他也是一匹同情的实力马 那他也是不行 那他也不是大外碟 另外呢 还有一匹 跑进来的 输得少 他就是 这匹知道必成 而且这三匹不行的马 都是在一叠或者二叠的 是唯一他一匹走三叠 是极之不利的 OK 看完这仗的形势 那你要看这带 那我就在这里就不报了 那 遇到这样的情况 很有可能这匹马 现在1200日更加适合 当然这要估计了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次他排的档 是一档是非常之好跑的 是不是 就会刺难 而且这次是有一个不错的倍率 8.3本冷门 所以这匹马 亦都是值得你去关注 或者加入你的组合 OK 好了 那 同样 都是说一句 当你找到一些实力马 怎样用它呢 就当然 最好用来做Q胆 买Q过关 因为这样做 你只需用几百元 是分分钟给你 一个万 甚至十万以上 OK 你平时买马 是不是经常喜欢买Q过关 但很少命中 我说的很少命中 就是连过两关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买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胆 甚至买福胆 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否很喜欢敲烂码 但不知道如何入手去选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职业团队 都所采用的选码工具 如果是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即按我们这个视频下面 其实任何的视频下面都可以 即是在视频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这个位置 按进去 立即订阅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为什么我建议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两个表 已经有了效果的证明 因为由上季至今 我们已经帮用者累积了 所收的彩金 已经过了千万 我们是全部有实例证明的 你可以看回我们BuddinBuddin这个channel 你去我们下面的playlist 即是 即拥有计算表 如何帮用者 以小本赢过万的实例 很多很多实例 你可以看 全部都是有实例证明的了 即是说这两个表 是可以真真正正 帮到用者 是用小本赢到达的 而且我们的实例 那些用者所买的 都是全部几百元而已 是不会用超过一千元的注码 以外去赢过万是没有 全部都是几百元而已 所以这两个工具 是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你 以小本赢到达的工具 而且有了证明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你 立即按进去这个位置 去订阅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而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教你如何去用 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小本赢 而我们建议你所集中的 所买的马匹 全部都是 更像同正实例马为主 他正实例马为主的马匹 如果每次赛马后 你都喜欢看赛后检讨的 其实其中一个检讨的方向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马 跑油Q或者三红载 四红载的马 是不是经常是有 同正实例马特别是 更像的包办 OK 如果你看之前 保证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些马匹 所以正正是有这些马匹 所以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可以帮你有效地 在那些更像的同情马 实例马里面 西减出真正有实例的马匹 去给你投注 而这个功能就是计算表 好了如果你有看这个频道一段时间 你应该知道很清楚我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换言之 第二个 建议你立即进去 拥有这两个表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 如果你是用这两个表 是运用我们所教你的方法去买 就是买Q过关 或者三重赛 或者四重赛 而三重赛四重赛 它只是将马匹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行复式 而Q过关 你可以过两关 过三关 甚至你可以买MT 甚至三T都可以 因为这些全部都有用者中过 你可以看回这里 你可以看回我们之前 那些实例里面有很多的 三T、MT、Q过关 全部都有人命中过 而且很多都是不断重复 所以 第二个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用这两个表 就是 你以后所买的马 是有非常大的命中机会 因为我们叫你hold的马 全部都是更像个同性实力马 OK 换言之你 照着买 你是可以不断重复命中的 而且你所买的Q过关 三重赛 都是 那个target都是过慢的 就是换句话说 你以后所买的马 全部都是真真正正正可以 以小博到大的 可以博过慢的彩辞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 博中大野 这样买你才有机会 不断重复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继续买一段长时间 例如一季两个月这样买 我可以保证你 可以重复命中大野的 因为很多用者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在这个频道里跟你分享过 这个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拥有这两个表 你每天每个赛日的成本 都是三十元的 其实三十元就等于 买一个工具去换码 其实你每天每个赛日 你都会测 都会测几十元 例如三十元左右 去买工具的 例如 赛前你可能会买 排位 报纸 看赛职 或者马步 看赛职 赛日 你也可能会买 培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提示 其实每个赛日都差不多 你那三十元 但问题就是 你以前那三十元 如果你买了很多年的马 那些工具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 你当然可以继续去运用 但如果对你没有帮助的话 那为什么不转呢 因为你每个赛日 也都是只需要花三十元 就可以立刻拥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 专业团队都用过工具 那为什么你不用呢 更何况这两个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 帮你用几百元去拨过一万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实例给你看了 所以我建议你 立即去拥有这两个表 按右这个位 如果订阅一下 按右这个位 立刻订阅两个表 的第三个原因 那当然第四个原因也很重要 因为当你立即拥有了之后 因为你已经看过我们这个video 一段时间的channel 你会知道怎么去买了 那当你运用同一个方法去买的时候 例如买Q高官 或者三五菜 或者四重菜 所以在未来的菜日 分分钟还打野 那位人士就来了 千万不要不信 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 初用者一买即中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不信 未来的菜日 可以打野 那位人士是你 而且还是用小本去打野 OK 所以最后 多说一句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立即按这个位 就是要订阅请去以下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立即混用 OK 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个菜日 因为每一个菜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波度大的菜日 绝对不可以胡乱浪费 OK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video 在这里对你选择 是有启示的 或者有帮助的 就麻烦你在这个位置 在like那里 不断按一按 鼓励一下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channel 而且想学多些 关于如何可以 真正小本波度大野的买法 那我就建议你 按这个 就是订阅了 因为为什么 当你按了这里 当你订阅了这个channel 之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video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这些对你以后 选码 怎么去选码 怎么去选码 怎么去买码 怎么去投注 怎么去真正用几百元去拨过万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你不想错过 以后新的video 就建议你按这个订阅 好了 我就在这里 就预祝你 在未来的赛亚 又过到关 又过到大野 谢谢 感谢观看